一百七十章 安然 前途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 远远望去 通路附近守着一批服饰怪异的队列 为首那个正是花满本人 沈唐已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与赵玉苦笑着对视一眼 然后隐在角落处避免被花满的人看到 这时 带他们四人前来代茂城的 走私茶商夜酒忽然出现 他重重地拍了拍赵玉的肩膀 笑着说道 原来是你们哪 此次樱落成之行 收获可风 赵玉灵机一动 便笑着与沈唐往夜酒的队伍中挤入了一些 叹了口气 答道 哎 想不到樱落成的治安如此之差 我们还不曾买到上品香料 身上的金子就被人给劫走了 幸得留了一条命在 看来这生意啊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的 夜酒的面上显出同情之色 他笑着说道 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 丢了就丢了吧 还能撞回来 只要人无事便好 咦 我记得来时还有两位小兄弟的 他们去哪了 赵玉眉头一皱哀叹一声 哎 方才又遇到汉匪节路 他们两个替我们引开那群人 想来便在不远处吧 只是不知道如今如何了 您说得对 钱财不过是身外物 性命才是根本 这两个小兄弟是我带他们来的西域 若是因我而折损于此 我于心不安 他沉声地谈道 若是能有什么人救出我这两位小兄弟的性命 财博自然不必说 我必带给他滔天富贵 让他高居人上 只是对方是盔甲齐背的汉匪 恐怕是再也回天乏力了 夜酒深深地忘了赵玉一眼 自第一眼见到他 便觉得他虽然容貌普通 但气质却绝非凡品 后来听到他说要去英洛城收香料 心中便更绝打鼓 此时见到又是这样一番言语 不由让他更加心惊胆战 但他是一个有眼光的商人 厌倦了再靠走私这种高风险的形势过活 钱财他已经足够 如今他缺少的是地位名誉 商人的直觉让他感到 若是今日能帮了这人一把 将来或许能收获到不同反响的回报 于是在几番打量之下 夜酒下了一个赌注 他笑着拍了拍赵玉的肩膀 说起来你们四人都是我夜酒带着进来的 我既然能将你们好端端的带来 又如何能够让你们缺兵损员呢 放心 我这商队里的人都不是吃素的 你带我们过去 你那两个小兄弟若是此刻还有命在 那么必然不会就此折损的 赵玉温言松了口气 感激的说道 今日之落绝不敢背 等夜酒的人马赶到的时候 毕生和言之已然有些支撑不住了 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便是再武艺高强 以两人之力 又如何能够敌得过二十余人的夹击 言之看到赵玉折回 不由得怒声说道 爷 您怎么又回来了 但夜酒和大队人马随即出现 立刻便挽救了肠上的颓势 夜酒的人都是走私客 若是没有一些功夫防身 是不敢轻易做这行当的 因此在他的队伍之中 颇有一些身手高强之人 再加上宇林军的箭矢已然用光 不过多久便占据了上风 一场混战之后 夜酒的人马将宇林军节节败退 顺利将言之和毕生营救了回来 夜酒果然是老江 在通过思路之时 面不改色 浑然不当方才 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 当着花满的面 大摇大摆地过去 顺利地通过了边防 回到了南疆境内 花满听到宇林军头子的回报之后 再追赶过去 哪里还能看到夜酒一行的身影 他只能咬碎了银牙 气得暗伤 赵玉等回了南疆 他就再也没有机会 阻杀他们了 这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南疆 赵玉心中方才松了一口气 南疆曾是唇王的地盘 即便如今唇王身在京城 但却留下了不少得用之人 他速来与赵敬交好 多少也知道一二庄子 上回在南疆取活焰时 便得到过他们的帮助 他打听到镇南军 已经出发了好几日 又听闻护国大将军之子 邵将军丁泽也跟随队伍出发 屈指算来 离横王查封各府已经有十多日了 时不待人 与沈唐商量之后便向夜酒告辞 并且留下玉佩 以待来日再报代茂城的相救之情 夜酒望着手中盈盈美誉发起了证来 这上面端正的一个锐字 象征着赵玉的身份 他原料到该是个贵人 却不曾想到尊贵到这等地步 但他毕竟是个经历过无数风雨之人 不过微愣片刻 便将美誉真而重之地放了起来 得之是福 不得是命 凡事随远 方得长生 至云州城出来 行至穷州 沈唐便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 守城的官员分外肃穆 城防戒备严格 进城倒还相对容易一些 但出城却十分严苛 他扯了扯赵玉的衣袖 问道 你说 这些是横王的人 还是威王的人呢 赵玉宁神戏看片刻 仍旧摇了摇头 一时无法断言 但这些军士皆非西域人 想来若非横王将局面控制住了 便使威王将穷州站住 以围困横王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管他们是谁的人嘛 咱们万事小心 入城检验的队伍越来越缩近 很快便轮到了沈唐四人 这一回 他们仍旧租借了一辆半心不救的马车 半坐是进穷州城走亲戚的外地客 倒是十分爽快地便被放了行 只是马车还刚刚行进了不到十丈 便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喝止道 前面的马车还请留步 颜值文言以为露出了什么马脚 二话不说立刻扬边开溜 马车虽然简陋 但是前面驱使的却都是好马 一时间马蹄飞扬 掀起尘土阵阵 不过转瞬之间便已经离开了许久 但后面的人哪里敢轻易放他们离开 紧追不舍而来 这一番在闹市街头的你追我赶持续飞驰 直到一个颇具威严的女生扬鞭而道 力声地吼开 还敢跑 给姑奶奶停下 沈唐文言心中一战 立刻便对着颜值说道 是郡主 快停下来 她掀开车辆跳了下来 只见后面停住的高头大马之上 翘生生地坐着一个女子 面容端方 不怒自威 手中黑翅翅的皮鞭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发出了闪闪亮光 却不是荣福还是谁 荣福见沈唐下了马车 翻身下马 扔下马鞭 大步向前相拥 好不容易分开之后 她又半哭半笑地说道 我夫君都喊停了 小燕指 你怎么还死命往前跑 哼 前面不过三里处 便有一对军士 便是你这样跑 以为能逃得出去吗 燕指的脸 一下子便浮起了红云 毕生见她窘迫 不由地说道 郡主息怒 燕指并不曾见过陈大人 没听出陈大人的声音来 荣福似笑非笑地 望了毕生一眼 嘴里哼哼道 哼 果然这进了一家门 变成了一家人了 连说话都像着 她转过头去 对着沈唐说道 南疆和西疆的兵马 都已经到了 如今威王坐镇穷中 若不是还没有部署好 可早就打回京城去了呢 她说着说着 脸上便显露出了怒意 眼角似还有隐隐的泪花 这横王也真是太不像话了 竟然连我景阳王府都给囚禁了 王府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 陈独笑着上前将荣福的肩膀搂住 然后有些爱怜地说道 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不是说话之处 还不快将沈大他们请回去 父王他们见了呀 一定很高兴 正好也可以开始部署 该如何打入京城 荣福坐视抹了抹眼泪 然后拉着沈堂说道 太后娘娘啊身体有些艰难 正好你回来了 可替她看一看 一边说着 几人便跟着荣福一道离去 威王的指挥所 设在穷州守备的府邸 沈堂和赵玉刚进府门 众人闻讯早就等在院中 一番寒暄关切之后 便在正堂商议起来 赵玉将此西域一行简略道出 然后说道 我们与女王约定的日子是在后日 若是后日之前 她尚来不及赶到 那我们便将手中的女王诏令发出 西域大军得女王诏令之后 则会按兵不动 等待女王的驾领 若是横王失去了西域军的助力 只恐他自己撑不过几日去 沈丰却道 多等待一日便多一日的危险 我们尚能等得 但不知道府里的人等不等得了 便没有折中的法子吗 沈堂摇了摇头 女王素来看重承诺 若我们出尔反尔 未及她来便私自发出诏令 恐怕惹得不快 若是他们夫妻和好 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怕是还要多一番周折 我们虽然未必会败 但却难免要殃及无辜的百姓 他抬头问道 京城守卫很严吗 可曾派人回去看过情况 沈荣面色凝重地说道 城门已关 不许任何人进入 西域冰士紧守住三处城防 一只老鼠都爬不进去 城内情形如何 我们都不甚清楚 只知道被封闭府邸的 除了沈家和各家王府 还有墨家和李家 他低声地说道 所以我们才怕时间不够 横王封城 整个京城那么多的百姓 都要吃食 可没有外交的食物进城 到如今整整已有十六七日了 恐怕大家都撑不了多久 豪门大户虽然都有存粮 但是人口也多 有时候还不如小门小户来着持久 这已经十六七日过去 便是此刻攻入 也不是能够速战速决的 一拖再拖之下 恐怕就更难坚持了 赵羽不由地说道 我们等不得 横王难道便等得 那么多的西域军士 需要粮草补给 他们随身所待 最多不过一月之粮 过了这一月 若是城门仍旧关注 他们又去何处得粮 南郊 西郊和北郊 虽然都各有农庄 京城府衙之内 也尚有存粮 但是这些物资 比起一个军队的脚用来 还是有些太威莫了 顶多也就能够支撑 一两个月而已 难道横王便只是想 在这一两个月中 做一做皇位 过一过当皇帝的引头不成 他摇了摇头说道 不对 这必成之法 乃是必败之法 横王岂会想不到这点 他叙事而来 又怎么会做这 自取灭亡之事 这里面想来 定还有古怪 沈唐想了想 面色忽然急转直下 他惊恐地问道 莫非 横王的打算是 若不成王 便要屠城 一旁静默不语的锦阳王 叹了口气说道 宫里有余粮 尚有通往外间的密道 横王想来是知晓了这存在 因此有恃无恐 持久下去 苦不到横王 苦的是那些 被封闭了府门的士族 以及平民百姓 他沉声说道 京城一守难攻 若是我们应来 受损的只能是我们 城内那些军事 几乎可以毫放无损 因此 咱们还是听唐儿一言吧 再等两日 只要女王 啃下退兵之兆 城门无人可守 咱们这才能攻进内城 解救家人啊 沈唐点了点头 我们一路惊险 女王走的是关路 想必要通顺许多 我料想他该不久就能到了 快去城防处传令 若是见到可疑的人 立刻前来回禀 威王大手一挥 立刻便有军事领命而出 正当众人都在为如何入城探查 而倍感忧愁之时 言之忽然发声 他低声地说道 京城只有三个大门 是因为北方被蜿蜒的高山覆盖 北山高峻齐险 几乎是无路可走的天谴 轻易无人能从北山而入 但若是绝顶高手 在险峻的齐山也可以如履平地 威王文言如醍醐灌顶 不由的府长称庙 我们竟然不曾想到 来人去挑十个绝顶高手 从北山而入 进京城之后小心行事 去各府探查情况 言之向赵玉主动请应 王府那边便由我来去探查吧 沈戎拍了拍他肩膀说道 带我一起去吧 沈唐虽然有些担心 但看到连练咬了咬唇 并没有说话 便也没有出声阻止 在做众人之中 荣儿的身手也算是比较强的 他身上又穿着玄铁宝衣 想来是不会有事的 他又想到 沈府内的机关不能告知他人 而李府那边连练 自然也是着急知道消息的 因此便点头说道 你们两个万事小心 这些事情安排妥当之后 剩下的便是当代了 沈唐抬起头来 不见莫依稀 不由问道 威王妃怎么不见呢 威王苦笑着说道 依稀有孕了 这孩子来得还真是不巧 又不听话 折腾得他够呛 此时正在后院歇息 随即他眼神一亮 正好你来了 能否替依稀开个方子 解解他的不是 还有母后 自从上次宫中被禁 一直病体缠绵 若不是心中 还记挂着皇兄的安危 恐怕 沈唐心里明白 太后的心急 不曾得到及时的救治 这回恐怕凶险非常 自己便是再来一回 金针赐学 也未必能够将他救回 只是太后心中尚有牵挂 因此才竭力活至今日 他想及此 不由地点了点头 嗯 先去看看太后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